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国荣是我认为在那个时代香港最会唱歌的歌手 每一个时代会出现一个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 或者当下时代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张国荣在香港的乐坛上 某个角度来说他是一种创造历史性人物 首先我觉得张国荣他的驾驭不同类型的歌曲的能力 还有呢就是他的音域的这种高低的能力 其实都是非常出色的 比如说在不同类型里面 他不管是舞曲 是所谓的东洋音乐 还有抒情歌 他都能够表现得非常的好 那在音区的部分 简单说他就像猴杰跟别人长得不一样那种感觉似的 他在高音的部分能够高得上去 低音的地方能够下得来 其实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比如说他当年唱这种快歌像莫尼卡 你可以听到他在唱的时候 那种高音的很高的部分 他的声音的这种饱和度是非常的够的 那比如低音的话呢 他唱自己的版本的独唱的 当爱已成往事 在这个下去的时候 他能够下得非常的低 并且声音仍然不失这个浑厚 而且并没有走样 往事不要再听 人生一朵风雨 终然寂寞不去 爱恨都还在心 其实一个歌曲能不能打动人 重要的不仅仅只是技术和他的嗓音 而更重要的是它在情感的表达的层面 那么这个不用我了 过多的去赘述 大家可以听听张国荣的歌 不管是像这个我说的《当爱已成往事》 不管说是这个一辈子失去了你 包括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 其实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么讲到张国荣的唱功呢 我觉得其实有一张 是要给大家来推荐的一张唱片 那就是张国荣的《宠爱》这张专辑 那这张专辑在他个人的歌唱生涯里 可能未必是最重要的一张专辑 但我个人认为是 其实在录音的部分和他的演绎部分 是非常好的一张专辑 那么这张唱片里也收录了 他自己创作的作品 比如说电影《夜晚歌声》的主题曲 《夜晚歌声》 还有一辈子失去了你 还有这个电影《白发魔女传》的歌曲 《红颜白发》 这些都是张国荣自己作曲的作品 所以说其实《夜晚歌声》 很多角度能够表达出 张国荣自己的一些个人的想法 和一些个人的风貌 从前以后一夜敢拥有 难度这八千 声令都八道 倘若天意注定要 在当年刚刚进入数字录音的时代 那他的录音这个几乎据我所知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修音 在这张唱片里面 所以说对于张国荣来说 我觉得这张唱片是能够很好地表现出 他的个人的特色的 在关系中央 working 所参ала 明文字录音不是常见以 许之童用连讨论 谈得 先 你在本 Quantihat